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上 別來無恙 王上 我一件事要告訴皇上 迫饒先子已經被我收復了 永遠消失 沒有人可以再指正我真正的身份 我就是你 以後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個皇帝 死妖怪 不是 就算讓你做到皇帝又怎麼樣 做到皇帝之後 我就是九五自尊 所有的人都要服從我 天啊 九五自尊 皇上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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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甚麼 可惜的是 皇帝 你縱使做了皇帝 但是你吃的 仍然是蛇蟲鼠蟻 喝的仍然是毒汁毒液 你這個妖怪 你根本就嘗不到人間之樂 你嘗不到人間的真羞百味 人間之情 不外乎喝喝玩樂 聲色怨望 我不欺憾 我不是跟你說皮相的事 我是跟你說的心 妖怪 人世間所有的感情 都是法治的心 父子之情 夫妻之愛 兄弟之義 你一切 你何嘗領略半分 你跟我說論常 說情意 你…你有甚麼資格 我以前的確是不明白這些事 但是幸好 我終於可以領略到人間有情 可憐 縱使你是穿著龍袍披著人皮 但是私底下的你仍然是一隻妖怪 不是,有的就只是一個冷血的心 你即使是做了皇帝 但是你是享受不了做人的樂趣 做老闆也要下手下腳 怎麼這麼大風 你怎麼搞得這麼大風 怎麼整個被人打得散散 要搖給我 應該是先別漏了吧 呀,去哪兒找個真身呢 你怎麼這麼胖? 這麼胖? 這裡可以 好 太子殿下, 不如你先回寢宮休息一下 等皇上回來, 我再幫你通傳 不用了 叩見皇上 媽媽 龍姬, 穩住有事 剛才龍姬看到天上有很多星洩 而地上也有銀梳的碎片 阿姨, 碧姚不是出了甚麼事嗎 龍姬, 你放心吧 這是仙界的事, 我們凡人是很難清楚的 但是… 行了, 你不要再多問了 朕向你保證, 碧姚先子已經回到天庭 那我也安心一點 是呀, 龍姬, 碧姚先子 是不是已經把龍珠交給你了 沒有呀 沒有 那真奇怪, 那顆龍珠到底去了哪兒呢 媽媽, 請放心 剛才你說過這些是天界的事 可能上天才有安排的 都晚了, 不打擾媽媽休息 龍姬先行告退 好 我還在這兒呢, 我不是已經煙燒雲散了嗎 我還在這兒呢, 我不是已經煙燒雲散了嗎 我現在在哪兒呢 難道這裡是陰間嗎 但是為什麼這裡好像很熟口麵似的 是誰呢, 妹妹是惡馬 媽, 怎麼會發生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變成這樣 不可能… 真是我, 又不男, 又不女 我究竟是什麼? 糟了, 我當然中了邪術, 糟了 冷靜點… 我有法力, 司法就行了 好, 還我漂亮, 還我漂亮 連法力都沒有了 來看看, 別避開 阿堯不知道搞什麼, 陰信傳來 明知人家擔心 阿堯是神仙, 怎麼擔心他呢 大娘, 阿線 叫你們就好了 現在周圍的人, 個個都不認得我 是你的朋友嗎? 他抓住你的娘, 你是朋友 不是連你們都不認得我吧? 阿堯 我們真的不認識你 我就是… 你沒事吧?你幹什麼? 兄弟, 你幹什麼? 我就是… 小姐, 你怎麼樣? 娘, 叫大夫 小姐, 你先挺住, 小兄弟 是嗎? 原來你跑來這裡, 讓他到處找你 蓮姐, 你認識他嗎? 是呀, 是我小孩 是呀, 我叫娘去找大夫 不用了, 我跟他回去吧 走吧 小孩子生死已經夠慘了 還發羊吊 你抓我來幹什麼? 小姐姐 你呀, 一醒就到處走 差點搞出事了 幸好我及時找到你 就殺死我救你一片苦心了 我還沒死, 原來就是你救我嗎? 昨晚我看見你魂飛魄散 原神散到處都是 我趕快幫你撿回他 幫你去義莊裡找一條絲 你說什麼? 你沒聽過怡魂摺身大法嗎? 只要把原神收集好了 是呀, 放在一個適合的驅殼裡 死人都可以救回生 就是借屍還雲 無論如何, 我也很感謝你救我 但是沒有一副更好的驅殼嗎? 義莊那裡只有兩條屍體 你是不是想做一個 這麼高高, 二百斤重的肥仔? 這麼說, 我就要揹著這副臭臉一輩子 那就不用一輩子 十五天就行了 這個怡魂摺身大法 只可以維持十五天, 然後就… 然後怎麼樣? 然後你就打回原形, 再次灰飛煙滅 四個翻生, 三個又死了嗎? 那你不用擔心 我蓮花才救人, 一定救得值得 有什麼辦法? 其實你不是死定的 在這十五天內, 只要你心無旁無 靜心的修煉 可以恢復你神仙的身分 還有, 你的法力 跟你以前的樣子可以變相同 這樣就好了 你看看 你怎麼會這麼巧有十二朵花? 每一天就消失一朵了 快點修煉, 事不宜遲, 快點 還是不能修煉的 你說什麼? 阿姨被妖怪利用了也不知道 你妖怪對付完我就會對付他 所以我要通知他 但你時日無多了 阿姨的時日無多了, 我還是先找他 他不認得你 你又不可以告訴他你是誰 為什麼? 你不記得剛才你跟大娘說起的時候 你全身都痛嗎? 是呀, 為什麼? 雖然怡魂摺身大法是很厲害 但是有他的不足之處 第一, 你沒有了以前的樣子 第二, 你就沒有了法力 第三, 你不可以向任何人表露你的身分 否則你會劇痛而死 方無知急, 你馬上修煉做分神仙 別再想了 不行, 阿姨隨時都有危險 我怎麼可以不理他 為什麼這麼固執? 不是固執, 輔助他是我的任務 輔助?你喜歡他了吧 我懶得跟你說, 我找他 你找完他, 快回來修煉 快回來 官門重地, 閒閘人等, 不得善闖 我來找太子的 我和他是舊鄉里的 第一百三十二個 是第一百三十三個之珍 就是什麼? 我們在說有多少個不模型殿下舊相識 想來白狀 我不是白狀的, 我真的認識他 認同他很熟 走吧, 走, 再不走 不是, 我認識他 對不起, 走了… 你怎麼能進去? 他們不讓你這樣進去 但我也要嘗試, 我要找阿姨 坦白說, 我真的不願意幫你找太子 好, 穿著它 公女衣服?為什麼你會有? 我周生百寶的 你換掉它, 運到後門那裡進去 好巧 但是, 公女怎麼會有鬍子? 幫你準備好了 謝謝 好巧 碧耀 你想回去沒有?你千萬不要有事 阿姨 你是誰?打開時節草藥? 我不是公女, 我假扮的 那你蒙著臉幹什麼? 糟了, 怎麼說 人來了… 不要…其實我這次來 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說 是關於皇上的秘密 你說 皇上是一隻妖怪, 是國師所辦的 誰跟你說的? 總之是真的 簡直一派無言 你相信我吧, 皇上真是妖怪 他遲些還會殺你 公子 你知道善闖入宮是死罪嗎? 你究竟是誰? 你說妖怪, 你就是第一個 人來幫我抓住他 阿姨, 你相信我吧…阿姨 其實…其實我是… 神神花花的 和他打個月十大板, 然後扔他出弓 阿姨, 其實…你相信我吧?阿姨 皇上是妖怪 很痛 坐下來休息一下 來吧 怎麼坐?喊了二十板 真是死人高爾 不聽我說就算了, 還打人 我已經叫了你不要去找他 是呀, 你怎麼都不聽 現在搞出一個大頭罰了 我不幫他死定了 你現在死定了, 還是給你心思修練 不, 我也是找他說清楚 你再去找他 就不只二十板那麼少了 他現在不知道我是誰 才不相信我 他知道我是誰的時候 他們就會聽我說 你是不是不聽我說 我叫你不要向他暴露身分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是不是想死? 我們想死定了 對… 我請問你回答 不呼送 不說不被浴不寫 這些事的話 你怎麼說不出來 這筆漂亮不漂亮? 不錯 那不如多做一套給你娘吧 你拿著主意 老闆, 這筆幫我做兩套 好, 開車 剛才買的絲綢很漂亮吧? 其實不用特意出來買 你叫他們送來皇宮, 被你選擇是一樣的 還有, 如果你想買煙絲水粉 金銀珠寶, 或者山珍海菜… 你以為我真的想出來買絲綢嗎? 我今天出來也是為了你 為了我? 我看你這幾天不太開心 就想陪你出來散心, 讓你不用那麼悶 是呀, 我已經想著 今天我們先上白馬子吃齋 因為那些齋菜很好吃 然後上山郊遊 現在是正午時分 我們吃完齋菜, 再上山 還可以看到那裡的日落 那裡的日落一定很漂亮的 不可以白馬子, 我想去別處 為什麼? 走吧 阿楠 阿姨 阿雪 慕容姑娘 阿楠 你們早就約了阿楠 阿楠, 這次來 我是想問問關於阿瑤的事 我也想問你 阿瑤上次見完你之後還沒回來 發生什麼事嗎? 我要無極銀梳送阿瑤回去 你們在說什麼? 你送阿瑤去哪裡? 自己跟你說 阿楠, 過去聊一會 怎麼樣?你想問什麼? 自從碧瑤上了天庭之後 就一直陰盡全無 她是仙女, 要怎麼擔心? 怎麼樣? 但是連夢都沒有報過一個給我 那天上的事我又怎麼會知道呢? 會不會有什麼方法跟她聯絡呢? 不如是問米通靈 以前問米通靈, 我的確是很漂亮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修養了你回來之後 我的法力就沒有了 要不然我們也不用到處去騙騙騙騙 還有, 現在不是說招了鬼 是她招了仙女 我還哪有這種法力? 娘, 無論如何你幫我想辦法 我真的很擔心她 不行, 我真的幫不了你 娘 阿師, 我先走了 阿師, 還沒吃東西 先坐一會吧, 阿姨你也是 一來到雞都不斷跟阿娘聊天 冷落了一船 阿姨, 沒關係, 阿姨的事是比較重要的 不是, 當然是你比較重要的 對了, 我聽說東郊有個恩怨石很靈的 對了, 明天你們倆去拜恩怨石吧 我和阿娘就幫你準備一些助運的事 等你拜完之後就白頭到腦, 永結同心 對了, 不如明天我們去拜恩怨石吧 不要了, 你這麼忙, 我不想勉強你 我也不知道多有空 不如明天拜完恩怨石 我們去拜買一支食齋吧 然後就上山看日落, 你說好嗎 你才好說 誰叫你蓉姬呢? 我是 那你是不是會死在碧妖的? 碧妖? 是碧妖叫你來找我嗎? 不知道, 她說如果你想知道碧妖的消息 那你就會成功地尋你停我 是碧妖的 龍姬呢?她還沒約在這裡等的 怎麼不見呢? 阿堯 你來了嗎? 又是你? 為何你要三番四次纏著我? 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不能說的 你不是有個很想見過朋友嗎? 看了這封信,你就會明白了 你究竟明白了? 無聊 無聊?我寫得很清楚 你把你這個鬼畫扶我看,叫清楚? 為何會這樣? 我已經容忍了你很多次 我知道了,再有下次的話 別怪我這麼客氣 不用這麼絕,你自然也要用 拜… 不好意思,你遲到了 你去了哪裡? 原本早就來了 不過剛好有個弟弟 他告訴我有迫遙的消息 我就去了十里層酒一趟了 又是迫遙 我會找不到他 別提了,拜完石 我不拜了,你自己拜 阿雪 阿雪 好弟弟,為甚麼不拜 你心裡根本就失去了我 阿雪,是呀,我知道我不對 阿雪,要你一個女兒在這裡等 我下次不會了,你別生氣 如果你心裡真的有我 就算要我等多久,我都心甘情願 但現在你心裡只有迫遙 原來你說迫遙 實不相瞞,其實迫遙是神仙 神仙? 仙凡有別 那事問我們怎麼會有曖昧之處呢 那為甚麼你聽到有他的消息 就這麼緊張走出去 因為迫遙出了事 而這件事是因為我而起的 所以我隔著緊張 你不用說 其實感情的事 騙人騙不到你自己 迫遙對你有多重要 你問問你自己的心 對嗎?看來我們也有願無法 龍姬,人不可以違背自己良心做事 感情更加不可以勉強 你不要再騙你自己 你算怎麼樣?我一片苦心成全你 你竟然三心兩意? 我沒有三心兩意 其實我… 其實你想有阿雪還是想有阿瑤? 如果你想有阿瑤,我不怪你死心 因為阿瑤是神仙,你是凡人 不可能的 還有,我告訴你 我這麼大的犧牲讓阿雪給你 如果你對不起他 我何時說要辜遙阿雪 其實我關心迫遙是有原因的 有甚麼原因也沒用 你也說要上天 是,皇上的確是這麼說過 皇上說? 你不是親自看著阿瑤上天嗎? 沒有,我把阿仁梳交給皇上 由皇上負責送阿瑤上天 但我總覺得心髓不靈 之後我看到一些星線 由綠和塔飄出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就去看 怎料去了的時候 我就看到暈梳已經碎了 碎片還寶滿在地上 梳裡面還寫了一些 叫我保護龍珠的字眼 而那顆龍珠就在地上 小心 要聽你這麼說 我真的怕阿遙出事了 所以我才會把阿遙的下落 那顆龍珠呢? 我收藏了 我想把事情搞清楚之後 才把那顆龍珠還給皇上 那顆龍珠暫時不能交給任何人 若然不是阿遙所做的那顆龍珠 那個死丫頭留著字 留著誰呢? 王冠无龙珠 碧瑶, 你的说话 我有火在深度的 你叫我好保保一粒龙珠 我一定会做到的 而我想这里就是最安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 太子殿下到 參見皇上 參見 行了…起來吧 謝皇上 你們先出去 是, 皇上 媽媽, 你這麼晚趙龍姬來 不知道有甚麼要事 沒有, 我今天聽說 你和阿雪有點吵架 你們沒甚麼 只是小誤會, 媽媽請放心 沒事就最好了 你要知道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坦誠 如果你有甚麼事 你一定要告訴媽媽 知道 不知道為甚麼這幾天 總是覺得心碎不靈 我真是擔心不知道會有甚麼事發生 那顆龍珠又下落不明 龍姬, 你有沒有頭緒 你有沒有頭緒 還沒有消息 我一直都很擔心那顆龍珠 希望可以盡快找回它 然後放回龍口 了解一件心事 龍姬定當竭盡所能 找尋龍珠的下落 要你為龍珠的事費心 真是難為你 那這就是兒城的責任 晚了, 回去休息吧 兒城先行告退 李龍姬 李龍姬, 你果然接觸過龍珠 李龍姬, 你果然接觸過龍珠 你又有甚麼陰謀 為甚麼我每次來見你 你都認為我一定有陰謀 其實我這次來 是一個天大的喜訊要告訴你 你除了殺人, 害人之外 你還有甚麼喜訊 你這個外孫長大成人 不應該成家立室 龍忌 你想幫他舉行大訓 你說這是天大的喜訊 你… 你又想在這裡弄甚麼把戲 玩把戲不是我, 是他 現在龍珠在他手上, 他不肯交出來 就是說他對我開始有所懷疑 既然他不交出來, 我還美人計 但是, 你所謂英雄難過美人慣 我一定可以哄他把龍珠交出來 只要龍珠倒了我手 我就馬上殺了他, 免除浩環 是我閒疾 蠻賊… 蠻賊 讓人參見皇上 起來吧 謝皇上 不知媽媽這麼急叫龍姬來 有甚麼份事呢 媽媽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媽媽請吩咐,龍姬定以竭力而為 那你又不用這麼緊張 媽媽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的人生大事 媽媽的意思是… 龍姬,你遲早會成為一國之君 但是武家又焉能有國呢 要遲國就必先齊家 所以朕決定撮合你和慕容姑娘的婚事 讓你成家立室 學習一下做一個一家之主 然後再為社職效力 但是媽媽… 行了…不用多說 朕已經決定了 而且日子已經選好了 五天之後就會舉行大婚 時間這麼闖絕,我怕準備不及 放心,時間根本不是問題 而且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 龍姬,你快點把喜訊告訴慕容姑娘 媽媽,神也遲… 而去吧 難道你不喜歡慕容姑娘? 不是 不是就行了 慕容姑娘這麼好的女孩很難得 你千萬不要辜負別人對你的一番情意 去吧 知道 皇上辭婚 實在太好了… 殿下女婿 老夫當日頂上看到殿下 已經知道殿下絕非普通人不簡單了 老夫果然沒看錯 殿下女婿,你好,殿下女婿 客氣… 阿雪,你快來當皇妃了 阿雪… 阿雪,皇上說過,還有五天就成親 他叫你準備一下 太子,麻煩你回去跟皇上演他這頭親事 我想我沒夫婚做你妃子 阿雪,你說甚麼? 是呀,這是皇上的意旨 就是因為這樣,我更加不會嫁給你 阿雪,這時候發甚麼小姐威起? 皇上次婚,你不嫁就是逆子 皇上會降罪的 我寧願被皇上怪罪 也不會嫁一個不愛我的人 這頭婚事推掉他吧 原來你再誤會我 殿下女婿,我真是想跟你成親 我沒有多心 我不希望你成親後,你才會後悔 龍姬,不要因為杜姨而娶我 這頭婚事算了 阿雪… 殿下色路 小女可能一時聽說做皇妃 她經歷過度,讓我呼怨她 殿下色路… 你們先行退下 是,皇上 霍庸姑娘,你過來吧 是 霍庸姑娘,你過來吧 坐吧 謝皇上 聽龍姬說 霍庸姑娘你拒絕了她的婚事 是不是真的 文女斗膽 有父皇上好意,莫我上輸醉 霍庸姑娘不用這麼緊張 朕絕無責怪之意 霍庸姑娘,起床吧 謝皇上 朕不是逼你,只是想跟你聊一下 霍庸姑娘 霍庸姑娘,這是甚麼 霍庸皇上,是一個銅錢 那你照顧這個銅錢 在空中是不會穩定的 始終都要落地生根 霍庸姑娘,你覺得龍姬有甚麼不好 沒有 沒有就行了 那你就乖乖地和龍姬成親 是,主人 娘,快點起來,轉個圈來看看 為甚麼要轉個圈呢 看來也要做一件新衣服 還要做一件威風的 新衣服?我這件不好嗎 娘,皇上次婚,阿雪答應了 四天之後我們就成親了 是嗎? 那好吧… 其實一早就應該這樣做 早就和阿雪成親 阿雪就不會亂想事 無論如何,恭喜你 謝謝阿哥 娘,到時候我就找人接你入宮 喝這頓喜酒 我也有份入宮喝嗎? 當然,你養大我 那這杯新泡茶又怎麼少得你那份呢 真是好 其實這杯新泡茶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久了 我終於說要喝到了,我喝到了 第一次我會叫阿雪 太好了,你叫阿雪 阿雪 太好了,我們一起喝哪個 你做甚麼?有沒有房間? 房間是你的? 沒有, 我剛好以前有個朋友 也住在這裡, 我來看看他是不是在 不打擾你了 不用問了, 你那位朋友一定是姑娘 你這隻來成親了, 還怪人來幹甚麼 況且以後你親手送人走 為甚麼你會知道我這麼多事? 你真的識碧瑤嗎? 請你告訴我他在哪兒, 我想見他 他在哪兒關你甚麼事? 你都快成親了, 還關心他幹甚麼? 不, 我有重要的事找他 你告訴我他在哪兒 他叫我告訴你, 小心身邊的人 這麼多?沒有其他? 我要說的就說完了, 請你出去 請你, 你告訴我他在哪兒 走呀 表兄弟 叫你走呀 蘭果芳 走呀 就算是否沒 Juan 不曰我究竟如果在天天裡面 不然我終於天天, 天天裡面有人間 就別啦, 天天不堪了 不是照顧, 天天天… 是路裡有人間 是否魔物物, 天天天, 天天, 天天天 就派身, 天天怎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